他是谁,钟厨师是坏人无疑了,但是若说到八八案的真相,那还真跟他没有多大关系,真正有关系的是薛家健和赵世杰的关系,这才是破案的线索。 胸向毕露的蒋广善,都干了啥?从头捋一下蒋广善这个人吧。 他和妻子看起来关系很好,实际上他早就说过,和妻子是相亲认识的,婚前就见了两面,能有什么感情。 而婚后妻子的一次次流产,导致两人没有一个孩子,这也是大家怀疑蒋广善报复性作案的动机。 之后,凶手销声匿迹,蒋广善看似为了救妻子,从赵世杰那里勒索了三万块钱,可实际上加上迎来的,最起码五六万。 按理说给妻子制定绰绰有余,他却谎称被抢,手术费都不给妻子交了,这样的人,对自己的妻子肯定没有多少感情。 加上魏国平说八八案的每一个现场,都和蒋广善当时离得近,可实际上,在咽血的过程中发现比对失败,蒋广善的血和八八案死者皮肤组织比对失败。 有人可能觉得最后一个人,正是当年蒋广善看到的,实际上是被赵世杰杀了的那个女的,因此为国平等人对比对失败给误导了。 薛家健和赵世杰的关系 提到薛家健和赵世杰的关系,实际上还牵连出另一个人,并不是校长。 赵世杰曾给医学院捐实验室,而薛家健就是负责老师,作为回报,他帮赵世杰取了于爱琴的血液样本,随后于爱琴就被分尸了,可见于爱琴的死,绝对是和赵世杰有关系的。 薛家健没有说实话,他不过是赵世杰的一个马仔,帮他办事而已。 除此之外,法医跟赵世杰也有关系的,赵世杰被怀疑之后,有人曾暗中给他消息,让他避避风头,而法医计算得上内部人员,跟赵世杰的关系,和薛家健其实差不多,只不过因为身份的原因,两人互相不知道,就像文化馆馆长一样。 赵世杰习惯利用这些关系,为自己做的坏事善好,所以我仍旧觉得,除时跟巴巴案无关,薛家健和赵世杰的关系会是突破口,而法医到底可不可信呢?